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辣椒炒茄子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新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软烂入味 绝对比吃肉还要香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这是我刚刚在菜地里面采摘的三个茄子 能做一大盘 我们先将茄子的地去除不要 这是我已经清洗干净的 然后放在菜板上 给它改刀 切成斜刀片 稍微给它切厚一点 茄子的厚度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这样煎出来才会更加的 切好之后 给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准备一点刚刚采摘的青椒 给它切去地 然后用刀给它拍扁 我这种是本地青椒 皮薄肉脆 带有一点点的微辣 如果不能吃辣的 咱们可以用大青椒来代替 拍好之后 给它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多点的蒜子 用刀给它拍皮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 加点煤或者豆豉 食材备齐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里面撒点食盐 然后给它开小火 把茄子一片一片的摆入锅中 开小火 慢慢的给它煎 锅里面加点食用盐 用来煎茄子 可以让茄子快速的变软 而且还能使茄子 提前入底味 火一定不能开得太大 不然茄子 就容易煎糊了 煎的时候 我们不停的给它晃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像我这样煎出来的茄子 吃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还不会吸油 然后我们用筷子 不停的给它翻面 使其受热均匀 一定要把茄子里面的水分 给它煎出来 全程大概煎个五分钟左右 煎至像这样 两面焦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火关掉 给它盛入盘中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青椒给倒入锅中 然后边炒 边用铲子给它按压 把辣椒给它炒至软 把辣椒给它炒至软 大概煎炒个一分钟左右 炒至辣椒像这样起骨皮状就可以 接着我们把豆豉和蒜子 给它倒入锅中 然后不停的给它煎炒 煎炒出食材的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阿健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你伸出方才的小手 给阿健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像这样炒香以后 把煎熬的茄子给倒入锅中 这会儿我们简单的调味 往里面下入一勺生抽 再来点蚝油给它提鲜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了 然后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把调料的香味 全部融合到茄子里面 这里我们炒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因为茄子本身就是煎熟的 如果炒的时间太长 这个青椒也会泛黄 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有食欲 像这样翻炒至调料化开 我们的茄子就做好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像这样做的青椒煎茄子 少油少调料 吃起来还特别的香 非常的下饭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像我这样做的茄子 吃起来焦香入味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最主要是少油少调料 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 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供大家参考 再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来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